大家好,我是劉焕君,洛杉矶桥界急难救助协会会长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点点我个人的经验 我目前的工作是在凯撒医疗机构电脑部门当资深总监 那其实说起我的这一段职业的生涯呢 在之前我一直是希望能够做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 所以在之前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讲 幻君你为什么不来从事当个经理然后往上升 我就觉得说我们中国人就说我们必须要有一技在身 所以我就非常的坚定的要专严在专业的技术方面 可是大概在十多年前呢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了另外一位朋友跟我讲 为什么你要专注于做职业的这个技术人才呢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做技术人才的时候你是被别人管的 当你转为做领导阶层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制定规则而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了转入了这个所谓的管理阶层 经过这些年不断的学习今天当上了这个资深总监 我们这个华人的传统就是我们都应该温良恭敬让 但是我发现你要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立下一足之地 这个绝对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且要不时的能够把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们特殊的技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不同的时间点要去抓住机会 表现自己的才能这样子你才有可能往上升 今天在我的手下有非常多不同的族裔有印度裔有白人有黑人还有很多我们的亚裔朋友 我就在他们身上会看到一些不同的stereotype 那我就在这边特别的呼吁我们的华裔一定要站出来 虽然还是有一点点玻璃天花板只要我们多努力多宣扬我们的好处 我们是会被人看得见的尤其在这个我们的亚裔传统乐 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一点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华裔的优点跟潜能 谢谢